这是大家谈 77岁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 星期二晚上死于脑癌 他担任国会参议员的时间 长达将近50年 有关他的生平以及人们对他的悼念 请收看《非国之音》的报道 肯尼迪参议员外号是自由之师 这个外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正像他所借鉴的那样 政治就是对理想的激情 正义的事业将持续下去 希望仍然会存在 梦想将永存 他的梦想就是美国能够有全民保健 肯尼迪去世后的第二天早晨 奥巴马总统对他表示了追悼 对于他所追求的事业 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参议院里 充满激情的战斗 但是与此同时 仍然能够跨越党派的分界线 与共和党人保持热情的友谊 肯尼迪参议员在与脑癌 搏斗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后 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的家中去世 他在美国参议院担任参议员将近50年 是出任过高级职位的三兄弟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被刺杀 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被枪杀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将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 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 美国国会将半旗以示悼念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在缅怀他 我是一个工会成员 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会支持者 他为工会做了很多事 今天是一个伤心的日子 从左派的立场来看 在推动政策议程方面 他可能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 从约旦河西岸到澳大利亚 对他的藏美之思来自世界各地 他对美国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希望他所留下的遗产 使得巴勒斯坦人的事业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回顾了肯尼迪 1986年首次访问以色列 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全国保健系统的情景 他说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 医疗保健问题将是美国人的一个核心问题 肯尼迪在去年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提出了他在医疗保健问题上的诉求 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事业 有希望我们将打破老的僵局 确保每一个美国人 不管是美国东部 还是南部 西部 还是北部 不管是青年 还是年长的 都将拥有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作为一个根本的权利 而不是一个特权 在奥巴马总统试图在国会推动医疗改革之际 分析人士说 他应该感激爱德华和尼迪 这位为他的毕生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人 美国君 电视报道